誰啊 誰到底是南港劉德華 喂 欸 從來沒兩個電話 你是誰 不是 我是 南港劉德華 想吐啊 你為什麼不想開玩笑 我被圓夢 我現在有一個圓夢計畫 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讓大家知道 我當年玩音樂的那個 認真的態度 那是幾年前 十五年前 我希望可以找到 我們親筆姑娘 你賠償喔 為了黃仲威 圓夢計畫 衝吧 這些當年20出頭歲的人 現在變成阿伯了 然後又聚在一起 就是為了一場 不知道在哪裡的表演 這個表演之後 我們就解散了 但是我至少有完成這一件事情 應該就不會有遺憾了